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介绍自动控制第13单元 永磁式直流马达控制实验 本单元主要介绍实作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概念 以及回收控制与前售控制设计 对马达位置运动的影响 本单元除了进行前售控制实验 回收控制实验主要进行的部分有 PID控制 向位领前与向位落后控制 凹陷控制以及次回路控制等 借由各实验的进行 我们可以观察控制参数与马达位置响应的关系 本单元首先介绍实验所使用的永磁式直流马达实验系统 接下来分别进行 PID控制实验 向位领前落后控制实验 凹陷控制实验 前售控制实验 以及次回路控制实验 首先介绍永磁式直流马达实验系统 永磁式直流马达实验系统 有四个主要的硬体单元 桌上型工业电脑 运动控制卡 转接板 以及直流马达实验台 桌上型工业电脑 可以透过运动控制卡 与转接板 对直流马达实验台 发送控制命令 并且接收直流马达实验台的回收讯号 在这里 直流马达实验台 为前面课程所介绍的受控程序 而控制器与控制架构 在这里 我们以图形化控制软体 在工业电脑的内部实现 直流马达实验台 主要有三个硬体单元 永磁式直流马达 马达位置光学编码器 以及模拟外界劳动的配重单元 直流马达实验台 所采用的永磁式直流马达 额定电压为12伏特 无负载转速为4600RPM 最大连续电流与转距分别为 1.84安培与44.5毫牛顿米 机械机械时间长速为15毫秒 转指的灌量为39.7克公分平方 马达位置光学编码器的原生脉波数为 512脉波每转 表示光学编码器每旋转一圈 会产生512个脉波讯号 并且光学编码器具有AB项的输出讯号 因此马达位置的量测解析度 可以达到2048脉波每转 意思是说 位置的解析度 可以达到马达每旋转一圈 会输出2048脉波 解析度提升了4倍 在我们所介绍的实验里面 使用了图形化控制软体 在这个软体里面 我们只需要将我们所设计的 控制架构方块图 以及所设计的控制器 以图形化的方式设计完成 并且实现 就可以直接控制直流马达实验台 最后 在进行实验之前 我们先简单的回顾 永迟式直流马达的操作特性 永迟式直流马达有四条主要的方程式 在这里 电路方程式与机械方程式 表示永迟式直流马达的电路系统动态 与机械系统动态 因此 是以微分方程式的形式呈现 就如同 螢幕所表示的 而螢幕所表示的 电机方程式 则描述马达电流 产生机械流矩输出的方式 电机方程式 可以跟我们说明 多少的马达电流 会产生多少的机械流矩 机械方程式 则描述马达转速 与感应电压的现象 意思是说 多少的马达转速 就会产生 多少的感应电压关系 因此 我们可以整合四条主要的方程式 建立永迟式直流马达的系统方块图 就如荧幕上 所呈现的四条主要的方程式 荧幕上所显示的 模拟系统架构图 在这个架构图里面 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 永迟式直流马达 具有内建的速度回收回路 也就是说 供应直流马达电压 马达就会转动到一定的转速 但是 马达的转速 会明显的受到 外界扰动TL的影响 而改变 因此 不同的回收控制器 与前售控制器的设计 会造成不同的马达位置响应 当然 也会影响永迟式直流马达 抵抗外界扰动的强韧特性 以上说明 永迟式直流马达实验系统 谢谢